大家好,这集视频我会示范iPhone怎么重启 相信很多聪明的小伙伴都知道如何重启iPhone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强制性重启iPhone 我会在这个视频中逐一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方法就是直接按着侧边按钮 看音量按钮,音量按钮上下 其中一个都可以,一直按着直到这个画面出现 现在就可以在这里从左滑到右来关机 关机后只需再按着侧边按钮就可以重新开机了 接下来第二个方法就是打开设置 然后找到并选择通用 往下滑到最下方 你会找到最后一个选项,关机,点击关机 马上就会出现这个画面了 现在就可以在这里从左滑到右来关机 同样关机后只需再按着侧边按钮就可以重新开机了 最后一个方法是当你的iPhone死机了 无法操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强制性重启 首先先点一下音量上键 然后再点击音量下键 之后紧按着侧边按钮 如果你的情况是已经死机了 继续按着侧边按钮直到苹果标志出现 现在就可以松开手了 这样强制性重启就完成了 OK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